今天我们请刘议员新政总质询 时间45分钟 议员请 好谢谢 谢谢议长 谢谢市长 还有在场的我们师傅的各位首长 首先 我要谢谢市长 对我们南农地区 养殖业的关心 农民都感到非常高兴 也对市长也非常感谢 在这边我代表 我们南农地区的农民 对市长表示谢意 但是基于议员的职责 我还是对于市府的措施方面 我认为有问题的地方 我还是要做一个直选 首先第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市政府在齐山 在努力的要做排水系统的建设 那排水系统的建设 我认为 如果说能够可以做到双赢 我们是不是要以双赢为优先 不要去影响到老百姓的话呢 我想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双赢 这样一个方法来做 第一个 大国领商场 过去呢 我在这边呢 我也讲了很多次 因为市长可能也真的是 对于大国领商场的情况呢 我认为市长不是很了解 事实上呢 市长 我跟你报告 我们市政府目前 对于我们大国领商场的做法 不符土地正义 也侵犯了老百姓的生存权 这个呢 我今天会讲这样的话 绝对没有任何的政治的立场 我跟市长报告 这是我刻骨铭心的感受 因为我了解以后 因为土地 我们市政府取得土地所有权 是在今年105年的月份 才取得到所有权 在大国领商场的老百姓 在使用民国是四年开始 就一直用 用到民国78年的时候呢 才由国有财产局取得第一笔 然后剩下的剩下的四笔呢 都是包括国有财产局也好 包括市政府也好 都是105年的1月份才取得 为什么105年的1月份才取得呢 因为我们开始要对大国领商场 要采取 要拆大国领商场房子了 我们才发现到 大国领商场的土地方面 我有问题 而且呢 这个土地呢 当时到现在为止 还是掉那个土地 登记层本呢 还是建地 报告市长 我曾经在这个一字堂上 我请教我们法治局长 我们大沟顶商场的乡亲 他们在用了四十四 从民国四十四年开始用 用到 用了 只要用到二十年 按照民法一百六十一 一百六十九 民法一百六十九条 他们就可以去向 好 就可以去登记 申请为登记他们所有 但是他们因为被误导 好 被误导 所以呢 他们一直以为这个土地呢 就已经属于市政府所有 属于齐山政公所所有 属于齐山区公所所有 他们就没有去登记 所以呢 一直上市的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呢 后来这个土地啊 被国有财产局登记走了 被高雄市政府登记走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是为了要拆大国领商场的时候呢 才去登记这个土地 还有 我上一赛总职群的时候 跟市长报告 我们大国领商场 要安置问题 当然上次我跟市长报告以后 我们的确有去做安置的工作 对于老人家的居住 老人家的安置呢 有去进行 要把他们安置到 高雄的人爱之家 生存的人爱之家 但是呢 对于这些老百姓 已经有在经营的 有在经营商店的 我们并没有做安置 市长 他们这些人 离开拿了我们的补偿金之后 他们要怎么样生活 他们要怎么样的生活 他们的生计要怎么办 我们必须思考到这些问题 大国领商场 他呢 事实上也是一个 我一再强调 我们现在所持的理由 一再认为说 他那个排水啊 他那个排水 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水 包括他们的废水 都是从排到大国领的水沟 然后呢 造成那个水沟非常脏乱 市长 我跟您报告 二排大国领商场下面的水沟 如果说比较起来 其他其他所有地区的水沟 它是最干净的 它最干净了 如果有认为 我们这个商场的水沟 他们的水排到那个水沟里面 不行的话 报告市长 我们作为一个政府 把大沟顶商场的住户的水 给他们呢 做管线 引到那边去呢 我们的下水道 这个也是政府的责任 而不是政府因为他们的水 排到水沟里面 然后造成脏乱 所以能拿这个借口 作为拆他们的房子 一个理由 还有 我跟市长报告 大沟顶商场 它那个地基那个房子 以前 我们在处理我们 盐城区的大沟顶商场的时候 它那个土质的松软 比土质的松软呢 比其他大沟顶商场更严重 但是我们以前都可以把 盐城区的大沟顶商场的地基 给它补强 让它能够呢 继续的做下去 好继续的做下去 所以呢像这些 包括它的危险房屋 包括它的排水的问题 我认为都不是问题 都不是问题 我是认为 目前我们对于大沟顶商场 这样的做法 已经 已经侵犯到 侵犯到老百姓的生存问题 这一点我希望师傅 一定要 好好的去思考老百姓 并不是说 为了整个大众的利益 我们可以去牺牲 少部分的利益 我们可以不牺牲 少部分的利益 我们怎么不这样做呢 我想这一部分呢 我想是非常的重要 还有第二点 五号排水系统 当然 五号排水系统 绝对是跟 我们的黄虹有关 黄虹有关 在拆房子的时候 市长 我跟你们报告 这个呢 是我们其中一个住户 他呢 盖的房子 他盖的房子呢 101年的时候 我们高雄市政府 同意他建的 同意他建了以后呢 结果我们现在 五号排水系统要拆的时候 说你这个房子啊 有占到我们的水沟的绿地 所以呢 我们要把你拆掉 后面要把你拆掉 包括市长 他呢 105年 花了家当去盖了房子 也经过我们高雄市政府 同意了 但是呢 现在他如果说 是一个10米长的房子 给你拆了 后面截了5米 是剩下5米 这个房子怎么住 他那块剩下的地 对他来说 也已经没有用了 像这样的 像这样的一个 一个情况呢 在我们的五号排水系统的 要被拆的房子里面呢 也占了不少的数量 所以呢 如果说绿地 包括整个黄虹 考量上 该做的 水沟该做的 我认为我们是做就好了 绿地这一部分 我们是不是可以思考到说 可以不影响到老百姓的地方 我们就不要去给他们拆 这一部分呢 我关于齐山的部分 做一个报告 老市长 我跟你们报告 我们真的高雄市政府 我们为了农民 做一个好的走的路给农民 会真的那么困难吗 市长 这条路 我已经在市议会里面 我讲了很多次 当然我们农业局 也一再认为说 这个原来就是土路 市长 里长 他讲得清清楚楚 这个呢 本来就是有柏油路 但是呢 好 没有关系 现在呢 现在呢 我们一直呢 又现在我们农业局 又搬出来说 他这个呢 这条路呢 现在呢 是属于国有财产局的土地 包括市长 不管是国有财产局也好 这个地方旁边都是农地啊 都是农民在工作 他只要在以前都是有柏油路 里长也出来了 地方人事也出来了 但是呢 我们这条路 如果说我们以各种借口 拿来说 这个路 现在是属于国有财产局的 所以我们现在不想做 我们也不能做 国有财产局的土地 我们只要像国有财产局 征求他同意 我们一样可以做 我们当然可以去跟国有财产局交涉 为了让农民有一个好走的路 让农民的生产的农产品 可以有很好的路来运送 我们为什么不帮农民 这个是作为一个农业主管机关 应该有的态度 应该有的态度 市长 再看一下 这件事情 我一年前 我也在这边 我也报告过 我说啊 我们宝来的赏梅步道 每年有四五万人 好到那边去 而且呢 我也讲说 去年的十一月份的时候 我也在这边 我也做了一个报告 我说赏梅步道 每年都有四五万人 赏梅季快到了 是不是把赏梅步道赶快修 赶快修 为了发展我们宝来的观光 市长 我跟您报告 您看一下 这个是赏梅步道 市长 我相信市长看了一定会很不满意 这个是本来有四五万人观光 要走的路 现在呢 是这个样子 所以今年 没有人去了 虽然我们观光局 在我们的宝来 办了一个马拉松大赛 昙花一现 剩下的就没有了 剩下就没有了 让我们的 让我们的观光 宝来的一个 这也是农路啊 让农民有好走的路 让我们的 宝来的观光能够发展 这样的路 这么重要的路 为什么要让他摆在那边 议员已经在这边提醒了 也提醒了 包括观光局也好 农业局也好 公务局也好 我在这边都已经提醒过 这个对 我也讲 这条路对于宝来的观光 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 就一直摆乱在那边 好 市长 这个是农业局所管的 农业局所管的 农业局的那个 那个 那个 他所负责管的农场 所以 希望 对于像类似这样的 这条路 我是希望说 我们市府 赶快去修 因为 农民 当地的人 为了发展观光 他们已经受不了了 我跟市长报告 他们 当地的人 已经自己集资 自己集资呢 已经在 初步的修 初步的做整修 已经在初步的做整修 在上个礼拜 因为他们已经受不了了 好 这件事情一定要让市长知道 还有接下来 就是农舍 农舍 我们为了控管农舍 控管农舍的信件 但是呢 现在有些人的土地 他们后来因为分家 移转的这个问题 不是属于 这个 不是属 他就是说 农地所有人的 农地上的 会发现到说 他有登记了 农 农舍这样的一个 一个登记 这个现象 就是说 本来他的农地呢 事实上他的农地 就是空旷的 就没有建筑物的 但是很奇怪 因为农舍控管的问题 他的农 他的农地上就登记了说 他上面有 就有农舍 使得农民 他这个农地呢 没有办法拿去贷款 这个没有办法拿去贷款 去做农事的工作 这样一部分呢 是不是请农业局 要好好的来 向农委会来做个建议 因为这个涉及到农业发展条例 农业发展条例呢 这样的一个条例呢 是对农业的扼杀 不是对农业的发展 这一部分呢 我想我们农业局 是不是有必要 跟中央去建议 来修改农业发展条例 事实上农地上 本来就没有建筑嘛 为什么他 都没有建筑物嘛 为什么要给他登记说 他上面有农舍呢 还有市长 美农地区的河川 的确很多需要书卷跟加强 市长您看一下 这一条 这一条是美农非常重要的水沟 大排沟 是从中政府来的 从中政府来的 您看 整个都塞满了 他怎么去排缝 他怎么去排缝 市长你看一下 这个呢 是从一个是竹山沟出来 我等一下会有个竹山沟出来 好 这个 这个就是说 这一条 出来一直到太阳桥 这个就游局在这里 这一条呢 我们水利局 已经做得非常的好 但是呢 市长 从这边开始 就是这样塞满了 这一条中政府 还有从这边过来 来竹山沟从这边过来 到这边会合 然后到这里 这里呢 整个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塞了满满的 这一部分 一年前就曾经会堪 会堪以后呢 到现在都是这样子 市长 讯奇到了 美农不会淹水吗 美农不会淹水吗 市长 我相信 这个东西 我只是拿美农 做一个例子 其他地方 我们还是不是这样子 包括 我们齐山的河上寮 西州在前面一个河上寮 的河上桥 的旁边 那个边坡也崩下来 崩下来 从巴巴水灾崩下来 到现在 崩下来的水泥呢 掉到河水川里面去 水沟里面去 河川里面去 也没有 到现在也没有去处理 像这些东西 如果说今年 又有大水过来的话 对我们的伤害 那个汛起 那个崩下来 那是不是更严重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很多事情 我们的速度 步调要快一点 市长 您看一下 我讲的 市府团队 有那个效率 有大幅提升的空间 市长 您看一下 我们美龙 有一个装头薄宫的老树 它呢 已经是枯萎了 市长 您看一下 这棵老树 这棵老树 这棵老树呢 目前 只是用枯萎了 它只是有一个铁丝 在那边绑着 只有一个铁丝绑着 它随时 只要铁丝一断掉 老人家来这边 祭拜的时候 市长 那一被压到的时候 不死即伤 而伤一定会重伤 但是 这件事情 那么一件小小的事情 老百姓的眼里面 会觉得说 高雄市政府 为什么连这么一个 树药移軸 都没有办法移呢 我们找了美龙区工手 也找了文化局 也找了公募局 报告市长 这棵树到现在 都还在那里 每天都有老人家 在这边走啊 在这边来拜拜啊 万一这个铁丝断了 压下来 压到老人家 市长 那对市府的形象 的损伤 一定会非常大 我讲这个例子 就是我们市府 各局处 之间的协调 是不是有待加强 好 这一部分呢 市长 好 你看 这棵树是这样子 它已经斜斜了 它靠了一根铁丝而已 一根铁丝而已 它这一压下来 就压到人了 已经枯萎了 已经枯萎了 这件事情呢 我是希望能够赶快处理 包括六规的 133道路 市长 公务局 赵局长虽然已经 在上个会局 就答应本席说 他会赶快向中央申请 来整修133道路 包括内门的 内门的衙门口道路 但是呢 现在这两个道路 从上会期到现在 都没有动静 我的意思是 我们既然已经决定要做了 我们步调 是不是可以快一点 133道路 连向中央提出计划都还没有 那要什么时候才可以动工 如果说按照这样的步调 好 衙门口道路 是一个斜坡 是一个危险道路 那危险道路 一直摆在那里 让老百姓 让老百姓去走 这个是133道路 我们做的变道的 这个现况 好 你看 市长 我们慢一天做 就让老百姓 多一天 走这样的道路 多走一天 这样的道路 我们既然已经决定了 我们速度 为什么不赶快一点 为什么不赶快一点 尤其在这样的道路 走了 石头在滚下来 打到人 这个对师傅来说 都是一个 不可预期的 一个不电磁炸弹 不电磁炸弹 好 市长 这是一个 有关于美龙的风雨球场 美龙风雨球场 上一次市长也答应要做了 但是呢 市长 我们美龙的乡亲 大家虽然非常的高兴 但是现在教育局 他呢 只打算做 怎么样呢 凤山是有九面的风雨球场 但是呢 我们现在呢 教育局只打算做 打算做 两面的风雨球场 报告市长 如果说我们在美龙 做的风雨球场 我们本来是打算说 将来让 让那个棒球赛的时候 很多的球赛 在美龙的时候呢 都可以在美龙有一个国际性的比赛 但是今天 我们如果说做的只是两面的风雨球场的话 它的功能会没有 而且呢 会更加使得少部分还在使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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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体育馆的人呢 也会跑去使用外面的风雨球馆以后呢 一个 小的风雨球场 功能有限 然后呢 去体育球 就是说体育馆呢 也变成没有人去使用 这种情况之下 变成制造了两个大的问题 所以呢 我一再的跟教育局建议 我们用整体计划的方式 向中央去申请 把这个体育馆拆掉 一心做了 美龙 他们呢 当地博士协议会也答应 如果说我们市政府有决心 把这个拆掉 要盖大一点风雨球场的话 我们会加强去募款 来使得呢 是把这个风雨球场 盖这个风雨球场呢 盖大一点 功能大一点 来使得呢 这个彻彻底底的 这个功能能够发挥 使得所要办的各项活动呢 都能够在美龙办 而并不是说 做到这个风雨球场以后 同样很多的活动都不能办 也丧失了 我们去盖这个风雨球场的 这个本意 接着 中政府 中政府呢 现在我们急着要改名 包括市长 我在议会里面 我曾经跟许局长 我跟他讲 因为我亲自参加了我们跟我们的中政府跟您的这样的一个问卷的一个一个报告 我看了以后 那个问卷报告是绝对有问题的 是引导性的 只有引导性的 我一再强调 中政府要改名不改名 本息并没有一个一个既定的一个一个组件 就是说我们改名 一定要真的对美龙的观光 对中政府改名以后呢 对于他的将来的发展真的有帮助 任何人都知道 观光的发展 一定要跟历史做一个结合 为什么会是中政府呢 因为中政府之前没有福的 他是一个悲堂 是因为蒋介石到了那边以后 他呢 为了在看他的部队 在美龙的山上做部队的演习 到了福安国小以后 后来到了当时的 当时的我们叫中正下 中正悲堂 他到了那个地方去以后呢 美龙当时地方人士 为了要纪念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就在那个地方呢 在当时呢 就透过美龙的一个地方呢 是建议之后呢 就把它定名为中政府这样的由来 我们如果要发展观光 我认为这个历史 这个历史的典故过程的记录 一定要留下来 如果说我们只是为了改名 如果说要改名 那我们不会是不把中政府 陈庆府改为高雄府呢 对不对 把齐山的中山公园改为齐山公园呢 把我们东三乡市长的故乡啊 东三乡的梅花府不改为东三府呢 对不对 如果说只是这样的事 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要发展观光 绝对不能跟历史脱节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 反而在中政府的东厕 有很多老年长的长辈 他们每天在那里散步的时候 在尿急的时候呢 他们上了上厕所 我一再跟我们观光局讲 要在东厕啊 很多美龙的乡亲 希望在东厕建一个厕所 连一个厕所都没有办法建 反而让他们跑到 那个两百公尺外的 那个客家文物馆去上厕所 就有老就有年长的乡亲 因为没有办法走到那边而尿裤子 我们能够冷心做这样一个 有人性化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不赶快做呢 我想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还有每次每天在傍晚夜暗的时候 我们环福的灯 路灯不够 为了治安的问题 为了美化的问题 我想环福的路灯呢 我想观光局呢 是不是也是呢 花一点心思 赶快把路灯还有光亮度呢 给它做加强 还有现在说到这里呢 我想我要谢谢公务局 派了苏副局长 还有林副总工程师 还有齐美的工程队的队长 市长 我们因为我建议要开辟 齐美重走登山步道 由齐美到美农的林山 再到月光山 然后这之间呢 可以到美农 也可以到山林 这个登山步道啊 虽然现在还没有很完整 但是跟市长报告 已经有不少的彰化人 还有嘉义人 还有台中的人 都跑到认为这个地方啊 高度不够 但是呢 高度呢 不够高 但是呢 又具有登山的这样的一个 让人家产生登山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就是 一个趣味 所以呢 他们都远而来 从那边过来呢 来走这个步道 这样子 市长 你看 这是我们的公务局的同仁 辛苦的在那个林线上 去勘察路线 这一部分 美农平原 这美农平原 这是男子仙区跟齐山 上面看下来真的非常漂亮 这是大林 所以这一部分啊 市长 如果说我们能够把齐美登山步道 它的安全性 我们不要花很多钱 把有危险的步路段 给它做加强 比如说绳索 固定 然后让去攀登的人呢 更安全 这一部分是花最少的钱 让市府留下一个美好的政绩 永远的政绩 这一部分啊 市长呢 请公务局这一部分 跟观光群呢 能够给它落实 我想这一部分呢 会让非常多人呢 留下非常好的 感谢 我记住 市府做的这样一件事情 还有 市长 杀死回归局 刚刚 我跟市长报告 我们的赏美步道 是这样的烂成这个样子 我们的高一山山道路 也是这样子 市长 但是我们市府的税收里面 收入里面呢 我们有光是从六规 标售的沙石 我们一年就一八千万 但是一八千万 我们对于六规的建设是这样子 虽然可能有些人会讲说 我们六规的卫生所 我们又花了多少钱呢 但是市长 我们已经标售沙石标售几年了 标售几年了 我们像这些呢 沙石回归金 自从县市合并以后 乡镇的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建设的费用 可以大幅缩水 是不是 能够沙石回归金 能够回归到地方 甚至有一些部分 因为大部分沙石采集区呢 是在偏远地区 偏乡地区 这些部分 有些沙石回归金 是不是可以用来福利 来协助这些偏乡地区的子弟 或是老人的一些福利方面 我想这一部分呢 用取之于当地 用之于当地 我想这一部分呢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是不是请市长也考量一下 市长 农产品加工的问题 农产品加工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是我们应付 我们加入TPP以后 非常重要的武器 我在这边 我建议我们农业局 要主动的找厂商 来研究开发 用高科技的产品 来创造附加价值 来使得我们农民呢 创造更多的收入 但是 我们农业局告诉我 他呢 只辅导 他只辅导 这个 这个农坏 至于厂商的事情 那是计划局的事情 观念上的错误 我们的农业 对农业有发展的事情 农业局就必须要做 要主动的 而并不是说 而并不是说 这个是进发局的事情 这个是主动影响到 我们农业的发展啊 所以 因为农业局是这样的态度 市长 我自己花钱 请了刘日的食品博士 原来是中兴大学的 食品系的教授 他是目前在我们农产品加工上 国内非常顶级的一个教授 柯文庆教授 我请他来 在美齐美地区做了一个巡回 从六龟 从山林 从甲仙到美农 走了一遍 他也答应我 会协助来我们的 把我们各地区的农产品的加工 来开发 来开发产品 譬如说 我们山林都是瓜类 山林很多很多是南瓜 南瓜要来作为 烘培 又透过烘培的技术 来制造出山林的特色的产品 一系列的产品 并不是很难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观念 自己所掌握的业务里面呢 如何能够创造出更附加价值 能够使自己掌握的业务呢 能够得到勇气的发展 就必须要主动 而并不是说 局限于这个是谁的业务 这个是谁的业务 我想市府局处各自间的 一定要这样的一个 一个互助合作的观念 一定要有 市长 这个是我们西州的 西州的那个上学的道路 市长您看一下 我在上个会议也跟市长报告 西州国小的小朋友 要走这么样的一个窄的路 跟这个高速行驶的测量去征道 市长 生命无价 提供小朋友安全上学的道路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而并不是要投入多少钱来考量 因为在这条路的走边 就是有一个台糖的火车道 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台糖借用这个道路 或租用这个道路 来开辟成让小朋友上学的道路 我想这一部分 如果说我们能够做 西州的人一定会更加的改变 小朋友在上学过程当中 他们会想到说 我走的这条路啊 是市长帮我们建的 让我们有个安全上学的道路 请市长呢 能够去考量 市长 还有我们的内门动物园 当然 我们内门的相亲也非常的高兴 市长在上个会议的时候呢 有答应本席说 我们动物园的签内门 是一定要落实市长的证件 市长 但是前不久 我们观光局在我们的内门 办了一个观光文教园区的这样一个说明会 像是内门的相亲 很担心 是不是我们的动物园 就只有12公顷的观光文教园区 这是一个静态的 我认为 我们如果说要带动西北地区的发展 动物园嵌到内门 200公顷的这样一个计划 透过200公顷 然后呢 我们塑造一个夜间的动物园 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 能够带动内门的夜间 其山的夜间的生活 然后呢 来使得我们的经济 其美地区的经济更加的活络 这一部分呢 我想市长呢 要请我们的观光局 一定要落实 经济产业发展的问题 市长 您看一下 因为我们市政府跟日本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所以我特地拿这样的一个问题出来 跟市长做一个报告 在讲这个事情之前 市长 我是不是能够请教您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我们跟日本有很多很多的姐妹市 我们跟日本姐妹市的交流 我们主要是做哪方面的交流 市长 您能不能讲一下 请市长回答 好 谢谢议长 谢谢刘宜言 大概第一个 农产品之间 希望我们有肉干农产品 能够外销到 我们不同的姐妹市 跟日本的市场 第二个 教育文化 音乐 等等 艺术各方面的交流 这个交流实际上都在进行中 那日本的孩子 他们大概暑假期间 他们从小学等等 他们有整团 到我们高雄的学校 那高雄的学校 也会到日本去参访 等等 这个部分就都是 一直都在进行中 谢谢 好 谢谢市长 这些部分呢 当然也非常重要 我们也很高兴 有做了一些这样的一个交流 一个成果 但是我跟市长报告 事实上 我们还可以做 对双方真的是有意义的 对经济上会帮助很大的这个事情 市长您看一下 这个部分 这个呢 是台湾的经济结构 这个是日本的经济结构 对于出口 台湾呢 早期 王永庆是在大企业 我们的中小企业呢 都是向王永庆采购原料之后 中小企业加工以后呢 我们台湾的中小企业 直接做外销的工作 市长 日本呢 它是一个金字塔型的产业结构 它呢 这下面都是中小企业 做零组件 然后呢 送到上面的协力厂以后呢 一直到最后 上面组装以后做外销 荒田就在这里 日产就在这里 然后呢 马自达也在这里 包括NC 他们 那个Shop 他们都是在这里 顶端 它下面呢 有几万家的中小企业 市长 日本的这样的金字塔型的 这样的一个产业结构 创造指的日本繁荣的四五百年 这个龙井 这样的龙井是怎么来的呢 是因为中华文化 日本吸收了中华文化的概念 当明治维新的时候 明治天皇 把各地的诸侯的权利收起来 收起来以后呢 他中央集权 但是他当时为了要发展经济 他为了发展经济 他怎么做呢 他也要靠这些有钱的人 各地的诸侯啊 所以也当时 也透过各地诸侯的时候 他们这些发展经济的过程当中 他们脑袋里面 只有一个政治架构 政治结构 政治结构呢 就是天子公喉 博子男 这个概念 使得他们呢 虽然政治方面的权力 被明治天皇收走了 但是呢 他们在建立企业过程当中 发展了他们自己的王国 所以日本 他的企业 他的对外的竞争 全部正在这顶端 他呢 当他对外竞争的时候 首相披靡 世界无敌 这是创造日本龙井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因素 但是呢 市长跟您报告 差不多在二十五年前 将近三十年之间 日本 因为 激起其他欧美国家的要求 把他 他呢 要求这些大企业呢 到美国 到欧洲国家去投资 使得 日本的 这样的一个 金字塔的 这样的一个 年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 金字塔的一个 产业结构呢 终身雇佣制 还有年工序列制 使得他们 这样 缓解得非常扎实 但是呢 当这些老板 这些大头 跑到美国去 跑到欧洲去以后 这些 小的 有部分也跟着走了 然后呢 这种情况是要 他的金字塔的产业结构 没有办法维持了 没有办法维持了以后 他们这些呢 产能没有办法继续维持 譬如说 本席在日本念书的时候 当时一年 卖到美国的车子 三千万辆 报告市长 现在 日本的车子 卖到 美国 已经差不多才三百万辆 那么大的一个 缩下来以后 他那个当年 没有办法维持 他的金字塔 没有办法维持 他金字塔了以后 他呢 就造成了很多 他的产业的产能呢 就反正 就反正 没有办法维持 所以呢 这个空 这个也没有了 这个也没有了 所以呢 就所谓的产业的空洞化 就产生 这就是产业空洞化的由来 就是这个金字塔里面 产生空洞了 所以呢 日本的经济 为什么会产生 这样的一个 一个情况 就是 就不景气 重点就在于 他的一个金字塔 产业结构的崩盘 这是日本 到现在为止 他的经济 没有办法恢复的 非常重要的原因 日本如果产业结构 没有办法 重新建立起来 他到现在为止 还是这样 零零散散的话 他的经济 不可能恢复的 市长 我跟你报告 能够救日本的经济 只有靠台湾 只有台湾 才可以救得起 日本的经济 我可以非常肯定的 这样断定 这个是我们在 跟日本 聚集姐妹 是交流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运用的 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资源 也是我们可以 发展我们高雄 带动我们高雄 企业 提升我们高雄的经济 提升我们高雄的 企业的制造能力 技术 品质 结合日本力量 共同去世界各地 开拓市场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 一个武器 我是希望说 我们要好好的去使用 安倍的三支建 他 他呢 本来是想要 金融的宽松政策 低利 然后刺激国内的 他国内的 这种消费 来达到 来提升日本的 恢复 振兴 日本经济 景气 这样一个目标 当时 安倍 安倍的三支建 一提出来以后 本席就在 网路上 就断定 我就写出一个文章 安倍的三支建 绝对失败 因为他根本不了解 日本的产业结构 发生的根本的问题 就是因为 刚刚我讲的 空洞化的问题 产业结构的崩盘 所以日本 现在呢 日本的中小企业 他们的国际化 非常非常的差 不像我们的中小企业 提了一个皮包 可以走遍全世界 我们如果说 有很好的国际化市场的 这个能力 加上日本很好的技术的 制造能力 结合起来 我们可以为我们带动 非常好的国际的竞争能力 这一部分 我是希望 市长 能够呢 在我们跟日本的交流过程当中 日本 每一个县 每一个市 都有商工会议所 他的商工会议所呢 就是在日本的经济组织里面 类似于金团联 在日本是非常重要的经济组织 我们 过去 我也看到了 日本每次来的时候 他的一次 他的知识 来的时候 都会带着商工会议所的 会长 来到我们高雄 但是呢 我们高雄 都没有好好利用这个 这个商工会议的所的所长 来建立起我们高雄 跟我们姐妹市之间的产业之间的交流 这是非常好的管道 希望下一次 我们在这个跟日本的交流过程当中 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力量 把它能够引进来 一定能够呢 对我们的 台湾 我们高雄的经济 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在这里呢 跟市长作业一个建议 还有 我们呢 这个 上一次许局长 在议会里面 答复 咨询的时候 他提到 我们在 在其间 跟我们的 这个 原层区 有同意 会准 五层楼以上 独栋的 这个房子呢 好 屋主呢 来开设民宿 刚刚我知道 因为 当时 许局长讲的呢 他是要向中央来申请 来争取 好 这样的一个许可 但是呢 这个中央在修这个法 我为什么 还要在这边 再提出来 因为 我们高雄市政府 目前的团队 所想到的 就只有原来的 高雄的 原来高雄市的建设 民宿 对于 我们的齐美地区 还有包括其他 钢山地区 丰山地区也好 何其重要 但是我们高雄 市政府观光局 就只有想到 沿城区 跟齐津区 那么大的地区 就没有想到 市长 我们的其他的市政 事实上也是一样 我们进发局 招商里面 从去年我就讲 为什么齐美地区 在我们整个大高雄 那么大面积 为什么都没有 招商的活动 你的经济建设的 建设的措施里面 一个都没有呢 从去年我就提醒了 今年的市政报告里面 也还是一样是没有 难道 我们县市合并以后 我们的建设 还是以原来的高雄市为主吗 还是原来的高雄市为主吗 我想 这个呢 我们原来高雄县的 乡镇的很多地方的 朋友 应该没有办法接受 这样一个说法 没有办法接受 这样一个说法 我请 我请金发局说 你是不是像观光局 在宝来 你要帮忙招商啊 在奇山地区 你看有哪些可以招商 我们要招商啊 他说那观光局 已经在做了 很像农业局 又把事情推给 推给金发局一样 同样的这样一个做法 市长 由此可以看出来 我们局跟局之间的 力量的结合 应该是结合来 共同解决 共同来发展 我们高雄市的建设 共同来发展 我们高雄市的经济 而并不是说 这个是谁的事情 我想这个是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然的话 我们会四倍功半 将来会显得 还没有效率 就像那一棵枯萎的龙树 都没有办法移一样 这个呢 在老百姓的观感里面 会非常不好 虽然市长非常的努力 我们美农地区 奇美地区 大家对市长 都非常的惊讶 但是呢 我们的团队 做出来的这样的 一个事情的时候 人家呢 会把这些账 全部算到市长的头上去啊 好 我希望我们团队 要做事情 应该是结合力量 互相的 把我们各个职长 能够结合起来 来把所有的高雄市的 所有的问题 一起来解决 而并不是把问题 要摆在那边啊 接下来 我想我们应该善用 我们的政府的辅导机制呢 来协助我们的高雄的企业 融资方面 市长 我们一定 要让我们高雄市的企业要知道 资金的运用 有短期资金跟长期资金 银行的贷款也有长期资金跟短期资金 如果说用短期资金去用到长期资金的时候 就只有死路一条 还没有死 只是时候会到 有这些用法 短期贷款有这些用法 这些 时间一到 银行就可以抽银根 银行就可以抽银根 把我们的企业抽死 要让我们的企业知道说 我们中央 我们政府有很多的中长期的贷款 你中长期资金资本 资本用途 就要用中长期的贷款 千万不能用短期贷款去 支应长期支出 这样的话 迟早会有倒闭的危机 这个是我们有个信保基金可以利用 我们有信保基金 信保基金有授权保证 专案保证跟直接保证 跟市长报告 直接保证是本席 在经济部工作的时候 我设计的直接保证 这些都是政府的好意 能够的协助青年 尤其直接保证 可以协助我们青年创业 它具有创投的概念 像这些东西 我们新发局 一定要彻底的去了解 我们有这些措施 才能够有效的来协助 我们高雄市的企业 协助他们克服困难 协助他们发展 包括我们有各种研发 业界科专计划 SBIR 我们高雄市也有一个SBIR 对不对 协助传统产业技术的开发 主导性产品开发 像这些东西 我都觉得 我们高雄市政府 经发局 我们跟产业方面 有相关的 都还在这概念上 都还以观念上 还是不足 我希望我们能够 好好的 去多了解 去多加的 引荐 让我们高雄市的企业人 能够多加去利用 南向政策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稍微提一下 南向政策 我们蔡总统 现在推南向政策 当然 我们的只有把 一个对外的 一个经济的 一个取向 外销的取向 经贸的取向 只有细向 当然是不对的 我们不能把 所有的基带 黄之方的一个篮子里面 这个是对的 但是我们在南向过程当中 黄之方主任 南向政策 这个办公室主任 他讲说 把东南亚当作我们内需市场的 把延伸 这个观念根本上就错误的 外销就是外销市场 东南亚市场怎么可能变成内销市场的延伸呢 有 以前我们就是因为 旧南向政策 有 为什么会有新南向政策 就是旧南向政策失败了 没有了 停止了 才会去思考出有一个新的南向政策 我们高雄有一些企业 在新南向过程当中 我为什么刚刚会把我们政府有哪些辅导措施 我会把它讲出来 就是因为我们南向过程政策过程当中 我们要引进这些协助的力量 在我们南向政策推展过程当中 协助我们高雄企业往南向去的时候 我们要好好的协助我们的企业来利用这些资源 如果我们连这些都不知道 我们深想要告诉我们的高雄市的企业 你去南向 我想这一部分呢 是我为什么会把这些拿出来讲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不要再重蹈 我们过去旧南向政策失败的后果 我们不要重蹈覆车 我的咨询呢 以上到这里 如果不好意思市长 请市长回应 谢谢议长 谢谢留言 因为留言关心的议题很多 也是非常的重要 大概时间的因素 我们不能够一一来答复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牵涉到我们跨局处不够 或者立即可以做的部分 我会要求我们的同仁立即来做 因为我会觉得说 议会的监督最重要就是政府一定有手不足 或者我们做的不够 或者我们了解不多 地方能够反映 透过我想一眼的表达 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足 做的不够地方在哪里 就是会把市政做得更好 我认为这个部分 我们都愿意细心接受 那刚刚特别提到农入的问题 那只要这个农入 当然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是农民为了一些运输的需要 新开辟的农入 有一些是旧的农入 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也希望我们的农业局 协助我们的农民 对若干的农入已经是残破不堪 等等 我觉得我们农业局都应该给协助 那我会觉得我是农民的女儿 我想基于这样的一个因素 我更应该支持农民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会请农业局立即 也请农业局把这个部分能够让我了解 那刚刚我在电脑上看到一眼的 那一条很破旧的路 我想是哪里也可以让一眼让我们了解 第二个部分就是有关于竹山的赏霉步道等等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一直在思考 在我们的宝来地区 这个地方有没有六龟等等 六龟、宝来、齐美、大、齐美地区 我们怎么样子来发展他们的一个观光 那我们甚至在现在整个六龟驱风所 他们在跟我们讨论 就原来他们要在六龟有一个将近十公前 要建换店 后来八年前以后因素没有 这个地方大概怎么样子开辟 成为一个立地空间等等 这个正在进行中 地方的环境的声音 我们都听到 我们会觉得说 如果那个地方建了一大批很漂亮 很有价值的树 这个部分如果说在不管农历或者任何期间假期 很多人艳丽到那边 我想对我们很多的观光产业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我们都会来做 那另外我想整个河川农花条例的部分 我想这个请农业一起注意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帮助农民 农花条例如果这个一方面农地的问题 我们也要珍惜保护我们的农地 这是我们的粮食 这是我们的母亲 所以但是农花条例之间 如果有若干不合理不公道等等 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结合我们市集的立法委员 我觉得农花条例是不是应该做一些修改 河川的输进则是必然 那我们所了解水利集在竹山沟的清衣 在上个礼拜也有留言也有去献看 现在目前都在清衣中 那这个地点并没有严重的意图 但是主要就是杂潮长太高 杂潮长太高 我们的水利集应该随时这个部分就要去注意 这个是应该我们应该要做 那我想有关于我们美农 我们的伯公 这是美农非常重要的民间信仰 那个地方的老树 这些老树我会觉得第一 我会请农业集请树医师 救树第一 他是老树 现在 会 对 可不可以救 不可以救 那这个地方 我们要尊重地方 你知道 我想这个是我们美农的乡亲最重要的地点 如果我们现在任由他要把这些树移掉 不是我们不移 可能乡亲也有一些不同 好 那这个部分 好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应该 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自己要检讨 我们是不是把时间拖得太久 应该要处理 总而言之还有风雨球场的问题 还有高133等等 这些我想我们都会来一一处理 那我想登山步道 还有我们沙石回馈金等等 我想我们今天刘远本身 过去在工部门 是当过我们的金花局局长 你对我们未来经济的发展 怎么样子农产品的加工 很多这个都跟你包括辅导中小企业 我们的所有未来中小企业的研发等等 这个很多都是你过去的努力 现在也都在进行中 我想我们都会来重视 你们的动物园一开始 如果我们从4公顷来开始 那未来的200公顷 我们继续跟台糖 如果能够发展得更好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发展 绝对不会 我们会认为那个地方也是很重要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民宿等等 有很多开放的政策 还要更放宽 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 中央交通部的观光局意见不同 很多民宿业者也不断的跟我们反映 这个部分未来能不能朝着更合理 我想我们都会来努力 我们非常感谢刘一言 提出很多很多的议题 如果我们做的不够 做的不好 我相信我们各局处都应该感谢一言的指教 我们应该立即来把它处理得更妥适 谢谢 好 谢谢刘议员的咨询 休息十分钟 好 谢谢 好 谢谢